What you gone 我刚从那个荷兰开车过了边境 然后进了德国 然后发现导航上已经不显示这边有限速了 然后好多车开得特别快 所以应该已经到了不限速的高速了 可以体验一下 我来到了克隆大教堂 来之前那么跟我说这教堂特别的大 然后当时没什么概念 来了之后发现真的是大 看一下后边 百年老店 其实是一个酒吧和酒吧餐厅 然后刚才点了一个猪种子 给你们看一下这个酒做多大 温龙的观好 我去看一下房间什么样 然后我们大概拍一下 啊 刚才去克隆大教堂就回来了 现在是晚上11点多 这边也是晚上差不多10点 太阳才落下来 然后今天是我第一次到德国 两个比较深的印象 一个是气温 因为我去从阿姆萨莎过来的 出门的时候看了一眼 出门的温度是26度 然后到了德国 没有到克隆到杜塞尔多夫的时候 就是基本上过了边境 就立刻变成了35到36度 就10度这么多 而且荷兰的温度非常像旧金山 就是马上其实会非常的凉爽 那个方便凉爽 但是到德国呢 不过是气温高了 而且很像中国的感觉 是非常的闷热 就是会就算到了晚上太阳落下 也会一直很热 不像阿姆萨莎 就是太阳只要一落下 就会变得非常凉爽 第二个就是吃东西还是 也可能我今天是第一次吃了两顿 然后尤其刚才给你们看这个大肘子 那个酒呢 我本来以为会四十 我们在猜测就是可能四十欧左右 然后当结账的时候只有十九块九 非常非常的便宜 然后啤酒也两三欧一杯 也还蛮就是蛮大一杯的 所以吃东西的开销我觉得还是蛮好的 而且我们选的那个酒店还是那个餐厅 还是比较老牌的一个一百多年的餐厅 呃人也非常的多 我们查那个点厅也 价格非常的好 在那个区 然后还是很便宜 所以感觉印象还蛮好的 看一下明天去 终于要去牛北了 呃玩了这么多年车 一直一直特别疼的 就是每个玩车的人都会 都一定会希望去一趟牛北 所以我还蛮期待明天的行程的 嗯明天再给大家update 晚安